什么 红尘终于要松口了 小夜小夜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什么 挑战一座房子的锦条纸机 那我 宣战 嘿嘿 这么大一个学校 还怕锦条不够用吗 别高兴得太早 还有我呢 只要我手速快那么一丢丢 你就一根锦条都捡不到 臭小夜 你是专程来捣乱的吧 没错 你的粉丝可都已经收买我了 只要我阻止你完成任务 就都给我点关注 在场的各位 你们到底是谁的粉丝啊 要是还站在红尘这边 就赶快点个小星星啊 瞧瞧 在小夜的倒乱下 我就捡了1170根金条 你们最多在一栋楼里捡过多少根金条啊 学校也不算穷了吧 叶大爷 你就放过我吧 只要你能把金条给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啊 要求不高 撒个娇就行 哥哥 你别走啊 人家给你买枪枪 买子弹 只要是哥哥想要的 人家都给你买 我想要你这个人卖吗 哎 全工资的金条也不能要 扔掉扔掉 我太难了 可以给我吗 不行 不是说好有难同当 有福我独享嘛 你就陪我一起穷着吧 再说了 看你一局就换一套皮肤 还都烛光宝器的 也不缺钱啊 也不知道给我搞一套 就这 还想要我的金条啊 做梦 不过 再做各位的几套皮肤啊 不会各个都是五六套的吧 我不管 你们必须给我多捏几个小行星 让小爷给我买一套新衣服 出出了 行啊 只要上十万 皮肤热你跳 小老爷们快点动动手指 给红尘换一套新衣服呀 拜托拜托 我先去解决敌人 衣服就靠你们了 果然 漂亮衣服就是我最好的动力 小爷 可不能反悔啊 嘿嘿 两位别怕 我不打你们 先让你们尝尝燃烧瓶的姿怀 一 二 三 走你 果然女人才是最可怕的生物 又放火又杀人 这 这算什么 我还要不要出呢 各位可别在马路上瞎晃悠呀 红尘出没 请小心出行 当红尘终于认清自己的身高 你们说海岛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呀 哎 谁让我身高不够 谁能建筑来凑呢 终于认清你自己的身高了吗 不容易啊 你 你也高不到哪去啊 哼 我敢说 在座的小老爷们都比你高 各位 快抱上你们的身高 让小爷自备一下 嘿嘿嘿 拜托 拜托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我选的这地方 应该已经是海岛最高的了吧 我是你个乖 各位还知道 哪里有这么高的建筑吗 红尘下次就去那蹲手 站得高就是看得远 嘿嘿 一个个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哎哟 这海岛上居然还有和我一样聪明的人 直到站高出才能赢 不错啊 臭不要脸 聪不聪明难说 那他一定和你一样矮 你 你懒得理你啊 我带你玩了 反正就剩下两对人 我自己打 我是你个乖 二 有人搞透析 还 还好打一 小鱼快上 你不是一个人也能行 本期任务挑战失败 小老爷们还有什么任务 放马过来吧 明天呀 今天